字幕作词 李宗盛 嗨 各位好 我是张品 我又来和大家一起看动漫 我再三题一题 记得追回我IG和订阅这个频道 入题之前我想问大家有没有残奥 这届奥运香港队的辉煌战绩 成功吸引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而且大家都开始认真了解运导运的生计 例如人工、练习场地、医疗等等 大家有没有把这些关注延伸到残奥身上呢? 今次要讲的是井上鸿燕的Will 来到井上鸿燕的大名 理所当然会想起去殿堂级的大作南而当入进 这木花道、刘川峰、三井兽的角色 他们在打篮球时的身影和射球姿势 都一直长传在动漫迷的心目中 至于Will,一样都是打篮球 不过不同的就是这班主角打的是轮椅篮球 Will的故事以三位主角来做核心 包括野公铭尾、胡村青春和高桥九讯 我先来介绍第一个,他就是野公铭尾 看看他样子,恶型学相到完全不像一个主角 他懂得駕电单车的 原本他是一个高中的篮球员 有一次向一个女生下尾搭杀后 发生严重交通意外 搞到这个女生重伤要坐轮椅 事后他就因为过分自责而心肤而冷 直接在高中退学 然后他一直很想找一个方法向这个女生负罪 另一个主角是较为英俊的胡村青春 这个英俊一出场就被独自一个清新感 虽然他坐在轮椅 但打篮球的时候真的很有型 是那个控球和射球都非常厉害的轮椅籃球员 野公铭尾还称呼他为云斯卡达 不过这个云斯卡达 其实原本是个短炮选手 因为脚关了骨肉扭,需要截肢 这个强劲轮椅籃球员的背后 其实是一个青少年的悲剧故事 是三个主角高桥九迅 三个人之中他是一个很厉害的篮球健将 不过这个高中篮球队长 除了篮球厉害之外 连成绩都很好 不过就是因为这样 他的行事非常囂张 自视过高 而且自尊心极重 结果这个人就遇到一个严重的教训 在一次无聊的偷单车以外后 遇到严重车祸 脊髓严重受伤 下半身完全淡缓 结果他自暴自弃 终日在医院颓废倒日 听到这些设定 就知道这一部不是普通的少年漫画 南亿当月中的热血澎湃 很刺激的比赛情节 在VIL 完全看不到 加上井上鸿燕的写实画工 阅读上的压力真的很大 好像看进击的巨人一样 会令人觉得很不舒服 这部漫画到底有什么吸引之处呢? 如果我形容 南亿当月中是鼓励大家去认识籃球 VIL 就是鼓励大家去认识轮椅籃球 还有就是他们每个轮椅籃球员背后的故事 其实我自己听过一个很肤浅的说法 就是说你抓住个球 推过轮椅上去射球都有多懒呢? 这种说法其实是对轮椅籃球的不熟悉 和一般运动比赛一样 轮椅籃球都有它的规则 我在这里讲一些例子 例如球场上每一个球员 都会依照身体的残障程度分为1.0至4.5分 4.5分是代表他的身体功能最健全 一对球上阵的5个球员 总分是不可以超过14分 而且轮椅籃球都会走步 每推1-2次轮椅就一定要运运运运运 和正常我们看籃球不可以走步的是同一原理 而且懂得打籃球都知道 射球是一定要借助脚力的 轮椅籃球员是要一边推轮椅一边运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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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 轮椅籃球是绝对不简单的 Viuul 这一套漫画 中了很大篇幅去描绘三个主要的生活 例如一个十多岁的青少年 如何用轮椅代步 在校园又可不可以正常生活呢? 他们坐交通工具时又会遇到什么问题呢? 雖然我們的社會在文明進步 但是習慣以效率為優先的城市人 除了口中經常講的同理心之外 到底我們有沒有真的可以用心去理解一下殘疾人士的需要呢? 我記得看過一段訪問 一個殘疾人士向記者說 我不管傳媒叫殘奧或者柏奧也好 這個根本就不是重點 不會因為名字改一改而令社會環境改變 話說為什麼這部漫畫會叫做WILL 如果要我推測會不會是井上鴻燕特意提醒我們 其實我們經常忽略身邊存在的事物呢? 最簡單的是我們會不會留意一下 一些無障礙設施的運作情況是否正常呢? 的確的如果大家身體健康 要切身體會殘疾人士 真的很難可以第一步做到 不如這樣吧 趁現在我們以一個欣賞的態度去看一看殘奧的比賽 香港的代表包括輪椅劍擊的余翠兒 硬地滾距的梁若榮和何軟旗 還有遠無球的陳浩元朱文佳 他們都是一群很出色的運動員 這次先說到這裡 記得訂這個頻道和我的IG 拜拜 拜拜